開放企業永續資料庫 大家好 我們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我是DDIO 那這是我們這個專案 開放企業永續資料庫 第三次來大送報告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ESG 有聽過CSR 或者是企業永續報告書 很多人會說企業永續報告書 是一個來讓企業調律的工具 因為就像這份報告書 這是一份真的報告書 就像它上面會寫說 我們都會寫得很漂亮 說我可能西元幾年 我要減碳幾%之類 就看起來大家都給很多承諾 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但如果你今天把其他報告書上的這些承諾 對到真實的資料的話 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些資料對起來之後 他的排碳 2030年的承諾 好像只比我們通常業界標準 來講2019年 只有少5% 這5%其實超少 因為其實我們在2050的時候 應該就少減碳百分之百 對 那如果就像這個 你說把它疊到它的 你把它的實際 這間公司的實際碳排 和它自己承諾 減碳目標 一比的話 你就會發現 上面這一條是實際碳排的預估 那下面是它的那個承諾 就覺得 欸 這好像不太對 那但是我覺得 綠盟會覺得反過來說 今天就是因為有了企業公開 這些他的永續報告書之後 我們其實才可以有資料和數據 來去監督企業 來去讓企業往更好的方向去 因為我們可以跟大家說 哪些企業做得好 哪些不好 那做得好的話是為什麼 所以綠盟就拿這些資料 我們現在整理有大概 我忘了一百分還是兩百分 整理有大概兩三年的 然後有一些 主要是針對重點的碳排產業 和其他我們覺得 就是比較高污染的產業的 這些企業的報告書 還有再加上其他的各種公開資訊 我就做成了一個網站叫ESG檢測儀 所以這邊就是你可以看到 各個年度的非常多公司 那不同產業的 總共五十個欄位的資料 都在網站上面 可以直接給大家來看 和下載成結構化的資料 那要做這個網站 其實會非常的痛苦 因為除了公開資料 Open Data 是結構化之外 像剛才那個企業報告書 我們是全部用人工去判讀的 然後判讀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的人工的困難 像是關鍵字 像是有些東西 我們還要自己加重之類的 所以我們這個專案的目的 就是我們希望讓任何流程 從純人工的變成是半自動化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網 透過這些數位工具來協助大家 協助我們的工人來去判讀這些報告書 那我們在上一次大宗 已經做完一個POC的使用者的測試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是要來徵求 為什麼它會閃 我們這一次 它怪怪的 它怪怪的 好 總之我們這一次要來徵求 那個主要徵求前端後端的工程師 我們票全部都開好啦 然後如果有人對像是RenderHosen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歡迎來找我們玩 所以總之今天我們就來徵求工程師 和我們一起來做這個專案 然後我們DHUB的那個EASU也就開好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上來玩看看 然後也有Google EarthEASU 好 以上謝謝大家 謝謝DDIO 接下來是Yosho跟 謝謝DDIO